五號下午七十多歲老汪開車到高雄元亨寺 停好車帶好裝備準備爬壽山 當時天氣還出太陽監視器拍下 他離開停車場影像 只是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家 家屬報案 消防人員連夜上山搜救 找了一夜 無功而返 週一早 消防隊再次搜救 拍空拍機尋找 颱風過後 壽山登山道路滿目窗移 樹木倒塌 落葉殘肢滿地 搜救時間拉長三到四倍 連續兩次搜索 沒找到人 到了下午 兩名外籍遊客 發現有人躺在樹叢裡 移動不動 消防前往 經過家屬確認 不幸的是 老汪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因老汪出發時間 五號下午接近三點出發 從圓亨寺小路進去 隔天下午一點半被找到地點 在中興亭南壽山附近 疑似下山身體出現狀況 根據家屬描述 老汪每天都會爬山 相當有經驗 體力也好 是否爬山過程身體出現不是 還是有其他原因還要釐清 而颱風過後 高雄市區重創 壽山山區也受影響 樹木倒塌 儘管如此 還是有不少民眾登山 整個都倒塌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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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堆啊 這堆放得倒下來 消防局呼籲颱風過後土石鬆動 民眾登山一定要特別留意 老汪獨自爬山 倒臥步道旁樹叢 家屬等不到好消息 悲痛晚分 暫時新聞 黃啟超 陳寅安 高雄報導